各位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5日星期四 欢迎来到点新闻51年与您一起点关香港 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郑总外的伤人案 昨天金中政府总部外发生持刀袭击事件 一名17岁本地男子涉嫌用刀袭击两名男保安员 被警方暂控一项伤人罪 案件今天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的17岁男子暴称为学生 有自闭症记录 是单独行动 之前没有任何暴力或者是刑事记录 也没有证据显示袭击涉及政治活动或者是针对政府机构 案发前他曾经跟家人发生纠纷 警方将继续调查他的犯罪动机 那应控方的申请 主任裁判官徐启薇将案件押后到本月的19日再讯 以为被告索取两份精神科报告 了解被告是否适合答辩以及是否适合接受医院令 被告没有保释申请 现在还需要还押小懒精神病治疗中心 那像行凶这样的威胁明晃晃 还有一些威胁就不那么明显 比如说病毒 新冠4月3年 今年冬天是香港解除口罩令的第一个冬天 病毒仍然在我们周围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今天表示 从最新呼吸道样本中检测到的季节性流感病毒的百分比 以及公立医院流感相关入院率的监测数据都显示 最近本地季节性流感的活跃程度持续上升 而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从9月初开学之后 也是明显增加 联合医院家庭医学及基层健康科顾问医生陆文喜表示 根据记录 今年1到2月只有几宗成人出现严重流感的个案 但9到10月 每星期都出现10宗到几十宗的严重个案 部分还需要送往深切治疗部 甚至有死亡个案 医管局对此感到担忧 医管局表示 世卫预料 今年冬季流行的维多利亚类甲型流感H1N1病毒株 在香港是属于比较新型的病毒 感染后会比较容易出现严重并发症 而三年新冠疫情后 香港整体人口对流感的免疫反应水平都比较低 那为了应对冬季流感剂 医管局从今天开始 分阶段为合资格的人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公立医院专科及普通科门诊都会提供免费接种服务 注射计划将分三个阶段展开 首阶段会先为到医管局门诊求医或复诊的高风险 儿科病人 65岁或以上的长者 智障及伤残人士等等打针 第二阶段从本月的24日开始 为并非求医的65岁或以上的长者接种疫苗 第三阶段从本月的30号开始 为从事饲养及屠宰家禽或株支行业的人士打针 医管局九龙中医院联网家庭医学部及普通科门诊顾问医生何嘉明表示 冬季流感高峰期一般是1月到4月 建议市民在10月到11月的这个黄金时间内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那今天呢 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他的团队就率先打针了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及其并发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可以降低因流感而入院流医和死亡的风险 他表示政府防疫注射计划 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免费计划 及院设防疫注射计划已经全面展开 呼吁高危群组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保护个人健康和生命安全 那和流感一样来势汹汹的还有台风小犬 今天上午的8点20分左右 台风小犬以强台风级别登陆台湾屏东线俄卵比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达到了每秒48米 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 台湾东南部的恒川半岛从昨天开始就有狂风暴雨席卷 昨晚的9点蓝雨观测站测到了每秒95.2米的瞬间风速 杀新了台湾地区最强阵风记录 小犬登陆台湾之后将继续西行 香港天文台表示按照现在的预测路径 强台风小犬今天掠过台湾南部 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海域 与香港保持超过500公里的距离 那预料本港今天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 1号界别信号会在今天的大部分时间维持 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今天表示 各大气象中心对小犬的移动路径的预测都不太一致 有估计小犬会相当接近香港的 也有估计小犬在岸边徘徊及减慢的 所以小犬的路径仍然有变数 但比较肯定的是小犬将受东北季后风的影响而减弱 暂时来看小犬对本港的威胁应该不太大 不过梁荣武仍然强调 虽然小犬有减弱 但由于会靠近本港 市民仍然要保持警觉 上个月本港受到了台风苏拉海魁的影响 连续两个周五需要修饰 根据彭博社的消息 特区政府组成了一个由港交所 监管机构和本地金融机构组成的工作小组 当局为工作小组制定了时间表 要求尽快拿出在台风期间开示的可行方案 报道还表示如果工作组近期能提交计划 行政长官李家超可能会在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时 回应相关的问题 香港是目前全球几个少数会因为极端天气 而暂停交易的主要金融中心之一 彭博社报道认为 随着役后摇距工作的推展 有关停市的安排其实已经是过时的 相信香港正非常接近终结这样的一个安排 但又预期今年内改变的机会不大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请关注点新闻网和点新闻APP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议 recurs